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2日星期四 今天恒生指數全天都很悶 不升不跌 曾經一度跌過200點 不過最終也微升30成較低 明天有第二輪的美國總統選舉辯論 市場似乎都關注 也都關注外圍方面 美國的經濟刺激的方案方面 很多事情都要等的 今天的豪賭股蛋跌浪反彈 車股有些要回 強勢少 叫做整股 繼續看好車股 內銀當然厲害 提提大家 中中見強 大家都知道 這個叫短線的強 真正的強招行 3968招行今天開了歷史的最高位 由於過往股價一直硬朗 派息方面 不是國有銀行 相對沒有受影響 所以 這隻股票可以明確地 據說服地破頂 可以看到兩眼 長鮮持有用來收息的首選 非常死定 從事領